大家好,我是Jay 我小時候是玩Air Cadet出身的 認識我的朋友和AVision都有很多交流 我是Kelvin,是一個軟件發展 做很多軟件的軟件產品 我叫Jeffrey,之前做了八年多的文航機師 當初都是很喜歡開飛機,才一直入行 剛剛十月的時候就被裁員了 被裁員了之後,也有刻意回來 拍攝一些舊公司的飛機 之後也未必有機會再見到以前飛過的飛機 我七百歲飛過去而已 本身已經是非常喜歡航空的 很幸運當時真的是Living the Dream 自己是做夢寐以求的工作 當時會想公司會堅持住 但是到了十月份的時候 公司說整個品牌失去了 事前真的沒有認真想過 我們如果真的被裁員 那大家應該怎樣去做 要入行成為機師和空中服務員 門檻和要求一點都不低 但偏偏,這就成為了他們現在找工的障礙 其實都有困難 我們之前可能過往八年、十年的時間 所有東西都是跟航空有關 都叫做鍵盤不佬,甚麼都會做一下 有些開Uber、送外賣 甚至做巴士車長都會有 無論以一個本身Serve Aviation 的 一間TAC公司來說也好 以一個普通市民的心態來說 都是覺得會很不開心 這個行業裏面一個 可以出一分力的人 可以怎樣幫到他們 Jay 和 Kelvin 的科技公司 本身都跟航空業有關 這一年他們的生意都大受影響 但救人要緊 所以他們就用了很短的時間 成立了 Hong Kong Crew Up 這個網站 一個專屬機組人員的求職平台 同時都會刊登不同的招聘資訊 形成一個自救的航空經濟圈 我們那個平台的名字 就叫做 Hong Kong Crew Up 我們叫 Crew Up 的原因 因為本身是針對一些 Flying Crew 而 Up 的原因是 因為經歷了整個 2020 年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 不開心的環境 我們希望可以舉起到 一個 Up 的 mood 給這班人 這就是我們成立這個網站的初衷 我們運行這個網站 其實是靠我們本身在行的項目 去支援的 很慶幸我們如果以我們本身的經驗 和技術來講 要建立這個網站 其實難度不是相當高的 我們發現最有趣的是 Aviation 是一個很親密的家庭 大家其實會互相幫忙 他們會建立不同的途徑 Whatsapp Group Facebook 不同的群組 IG 等等 其實很快發展開去 其實我們短時間 也有第一批的用戶出來了 現在網站開始了一個多月 用戶人數都不停增長 目前為止 已經成功配對了二十幾個個案 Jeffrey今年年中 都開了一家賣貓貓產品 來宣揚領養貓貓的公司 本來公司最大的營運資金 是來自他的份量 比賽之後 他都很擔心自己間公司 會不會就這樣倒閉 但很幸運 他在這裡都成功 找到一些商業合作的機會 被過倒閉一劫 其中一個比較深的體會 就是發覺香港人的互助精神 都很強的 因爲大家自從 可能知道飛行業 出現了比較大的一個變動之後 其實大家都主動找到一些機會去幫他們 可能有些人他們是做計劃的 知道我們有這個平台 去幫飛行業的人 他們都想去參與 又或者可能有些畫質設計師 他們都想幫忙做一些設計 來參與這件事 在這裡 港龍其實是一個香港的代表 因爲始終歷史都挺久 很多人看著港龍的成長 之後的發展 大家看到港龍這個品牌 沒有了的時候 都覺得很可惜 大家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聯繫在這裡 突如其來的裁員 大家都是有不開心 還有有失望的時候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段這麼艱難的時候 大家是需要團結起來 集合了大家 少少每個人的經驗之後 整件事其實有很多新的可能 可以組合起來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支持 如果大家是前航空界的從業員 還未認識Hong Kong Club 你們就隨時可以在Hong Kong Club 那邊職位 如果你是僱主想有興趣 幫我幫航空業的 從業員 或者一些已經被裁員的人 就可以積極考慮 用我們Hong Kong Club 進行招聘 首先它是免費的 而就是我們會盡量將 他們的資料 排序得容易理解 那就記住在我們這裡做登記了